哈喽 这话不多说了 这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导学的部分 听老师再说最后一遍 我们这是这一节课的最后一堂课了 我们的古风造型就结束了 我们学习的终极目标 就是通过20款古风装容技巧的学习 可以打造出一个不同风格的古风造型 我们的课程是采用直播加回放 以及PPT加实操的模式进行操作 老师每节课上课之前 都会将所需要的素材上传到咱们大鹏教育的M站 大家可以去M站获取所需要的素材 课程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课堂作业 也要上传到我们的M站 同学们可以给老师教一个作业 老师会给大家的学习成果 进行一个反馈和点评 最重要的就是本节课的目标 是掌握我们所示范的这一款汉服的创意装容 作为我们本节课的最后一个装容 就是我们古风课的最后一个装容 它有一点点难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装容的概念图 老师在创作这个装容的时候 依旧是以大面积的彩绘为主体 大家看着这幅图听老师来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的底装是选用比肤色白两个色号的粉底液 装面自然通透 我们的肤色要白一些为主 眉毛是一个细长的平眉 颜色为银灰色 如果没有银灰色同学们这个银色很难找是不是 如果没有银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银色的眼影粉 如果连银色的眼影粉都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用灰色就可以了啊 那到了眼妆的部分 眼妆呀是清淡的眼部处理啊 肤色眼影强调出眼部的一个基本轮廓 后用一条内眼线来强调眼型就可以了 睫毛呢我们也是只刷睫毛膏的啊 因为我们要把眼部的重点放到这个大范围的彩绘上 是不是 那修容强调一个面部的柔和感 都是非常轻的一些修容啊 唇装自然通透的唇装表现 依旧是用到了我们唇蜜彩绘 有一个银色白色的彩绘啊 那今天的眼影呢 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画了有一点点蓝色 老师还会教给大家这种比较奇怪的颜色 比如是蓝色绿色红色 你想画的日常的话呢 你就可以根据老师今天示范的这个方法呀 回去给自己画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大家呢三秒钟来挤一下这张图啊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都挤好了吧 那我们接着往下进行了 看一下我们的化妆步骤 依旧是底妆 眉毛 眼睛 修容 还有唇是不是啊 那现在呢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 跟着老师来一起准备一下化妆工具啊 没有化妆工具的怎么办呀 是不是来记一下笔记啊 好 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吗 好 那宝衣老师就要出场了啊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实操练习了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宝衣老师 我又来了啊 大家假期过得还开心嘛 那过完开心的假期之后 跟着老师来一起来学习 我们最后一个妆面了啊 今天老师呢依旧是也没有戴假发的 因为呢 那我的对那个假发的过敏呢 又有一些严重了起来啊 我在假期的时候拍了几个古风的视频 还有照片 结果呢 我就大范围的有一个过敏的反应啊 好 现在呢我们开始打底妆 底妆呢 刚刚老师说啊 是不是要用比肤色前两个色号的粉底液啊 那有同学说那个太白了 我不想卖哪样的粉底液 那没有关系啊 老师也没有比自己肤色白两个色号的粉底液 我们依旧是用比肤色白一个色号的粉底液之后呢 进行大范围的提亮 我们有浅色的遮瑕膏啊 同学们 我们用遮瑕膏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提亮 就可以把我们的底妆打得更加的白一些 好 先摇一摇 之后呢 开始进行我们的一个打底妆的一个操作啊 好 依旧是在毛孔粗大的地方先打圈 然后自然的向后推开 就这样 这样子啊 多上几层 那老师的眉毛呢 是用液体眉笔画的啊 液体眉笔 大家看 我这样擦是擦不掉的啊 不像是咱们用普通眉笔这样一擦就擦掉了 液体眉笔它就像有一点点像彩笔一样啊 可以直接画到我们的皮肤上 那这样用液体眉笔画的呢 你是可以直接打粉底的 那如果你是用了普通的眉笔 或者是眉粉 那样画的话呢 你就需要先把呀 这一个眉毛卸掉再画啊 不然就变成浆糊了 那现在开始拍打上妆 我们底妆啊 讲的稍微快一点啊 快速地拍一拍 再将 这是上完一遍底妆的 是不是这边的皮肤明显比这边要好很多 大家可以看 我这边长了好多的 起了一串的痘痘 那 在这边呢 需要织小的地方 上第二层底妆 一九十拍开 这样啊 我的瑕疵是不是就已经 被遮到有百分之九十了呀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拿出我们的遮瑕膏啊 来对脸上的瑕疵进行一个遮瑕 我们首先呀 要用比自己的肤色深一点的颜色 来遮一下我们的痘印 把它均匀地点拍上 这里啊 标印还有泛红的地方 老师之前这里很难遮的那一个痘痘 已经没有了 变得比较好遮了啊 那 拍开 也就是不要动到瑕疵本身啊 只拍瑕疵的上面 不是只拍瑕疵的四周啊 说错了 不要动到瑕疵本身 只拍瑕疵的四周 不要拍到瑕疵的上面 那这是遮完瑕疵之后 嗯 之后呢 现在我要开始对脸进行一个提亮了啊 拿纸擦一下我们的遮瑕疵 来 用这个比肤色浅的色呢 进行一个调和 之后呀 我们 在鼻梁 看 鼻梁就亮起来了 什么事 然后 我们的眼下方 三角区啊 这个地方 以及 颧骨上方眼下C型区 这个地方 拍打上一层 下巴 给拍打上 人中啊 也要有一点 那大家可能看的不明显啊 这两个颜色色差 因为我本身的那一个粉底液 就已经很白了 那比它再白呢 也不能白到哪里去了啊 如果你是用比较自然的 比如是你平时用23号 就是自然色的粉底液啊 然后你再对比一个 比它亮一点的遮瑕疵呢 那一个样子会 更加的明显一些啊 老师的这一个粉底液 已经是最白的色号了啊 是这个系列里面最白的色号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遮瑕和提亮 都已经做完了啊 我们的鼓风妆容呢 老师不喜欢脸上 有这样的水水的光泽感什么的 虽然这样感觉 皮肤非常的不错 但是啊 与我们的鼓风妆感呢 有些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一直要用一个 透明的散粉来进行定妆啊 好 这个散粉如果大家有同款的话 它这样直接往外倒 是不是倒得非常的多呀 你就可以这样啊 盖着盖子先抖两下 然后再把它往下放一点啊 之后它就会出来一点点 然后你这样扫就可以了 平时都是这样用的啊 来 第一下 刷子上的鱼粉呢 来 点到我们遮过瑕疵的地方 然后再沾一点点粉 哪里遮过瑕疵 我们就先定哪里啊 双眼皮肌线啊 注意如果有肌线的话 先把它抹匀了 然后再上三粉 上三粉 这里 把我的脸呢 均匀的都压迫一遍粉 再取一点点 瑕疵 它有一点点皮肤的光泽感 在啊 这样子 那你摸一下 是不是感觉 已经不错了呀 这会儿 继续啊 就上两层 让我们的粉底啊 感觉 嗯 一点粘腻的感觉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粉呢 就上好了 好 就是我们的粉上好了啊 那上完粉之后啊 今天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打一个 小一点的修容啊 就是让修容不要 那么的强硬在脸上 是不是啊 所以老师今天用修容呢 就打算用修容粉来打啊 好 选择一个修容粉 选一个 稍微有一点偏黄 咔掉的颜色啊 依旧是用我们的这一把 散粉刷把它捏起来 是不是啊 之前老师有教过 咱们这个散粉刷大 修容的方法捏起来 在我们的圈骨下方 扫上一条之后 开始用这个大的面积啊 轻轻的往前扫 就把线动成面 下面下合 同样的方式 来一点啊 线动成面 这样啊 这样子是不是 很不错呀 是不是修容感觉非常的自然呀 一点点啊 就可以了 额头也是来 修一下 这里今年还起了两个小豆豆 老师都没发现 很淡 我们今天修容很淡啊 好 上一点 老师再上一层啊 那大家日常出家的话 上一层就够了 或者是老师感觉 你日常出家 你不上修容 其实是也是OK的 将将就是打完修容之后的一个效果 那上完修容之后 是不是就要到了我们的一个美貌了呀 我们的美貌呀 今天呢 画一条比较灰色的 有一点点像上扬的美貌啊 就是不要特别的向下垂 不要像这样啊 平平的过去就可以了 你就是确定我们的眉毛的眉头是鼻翼到眼外角的延长线 然后鼻翼到眼外角 鼻翼到眼内角的延长线啊 今天这个脑子怎么了 是我们的眉头啊 从鼻翼到眼外角的延长线啊 是咱们的眉尾 但眉毛的长度确定出来了之后呀 确定眉毛的宽度啊 今天的眉毛不要太宽 来 老师就觉得自己本身画的这个眉毛 嗯 其实就挺OK的啊 然后 按照眉毛的走势 向后 向上 因为我们是 画一个向上扬一点点的眉毛啊 稍微的向上扬一点点的眉毛 那画到我眉峰的地方 眉峰在哪呀 也就是黑眼球外侧略靠后的这个地方啊 是我们的眉峰 然后开始进行一个与眉尾的一个连接啊 开始 好 这是我打完的这个底 同学们 下面这一块是没有的啊 这个是不要的 那这个底呢 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老师 拿出我们的眉刷啊 用眉刷粘着 眼影粉 来上啊 用这个颜色的眼影粉 来上我们的眉毛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的眉峰 到眉尾的一个位置 是长这样子的啊 今天的眉毛 老师说了 是有点上扬的啊 既平又阳的一个眉毛 之后慢慢的向前云染 再这样 好 这边 再这样 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那 现在 那我们前虚后实 是不是做的不是很好啊 前虚不错 后实呢 还有待加强 然后拿出我们的黑色的眉笔啊 在眉毛这里 画两道 把后面的眉毛 画扎实了 好 然后 用眉刷啊 像前这样子 画两道 这样 在前面 再晕染一下 这样子的一条眉毛啊 那 现在开始 做一个强护症 都很喜欢的 就是一个修 眉尾的一个过程啊 把眉尾这些不用的眉毛 给它修掉了 是把这个紧啊 框的再稍微大一些啊 这样 看了是不是更加清楚一些啊 把这些不用的眉毛啊 修掉就可以了 眉尾显得会非常的利落啊 那我们今天的眉毛的一个宗旨呀 就是我们的眉头 与眉尾呢 它是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是吧 我们的眉头是低于眉尾的啊 它是有一点点像厚的 这样子的一个眉毛 好 那现在我们画完之后啊 大家可以拿着我们有一点点 银色系的眼影啊 老师选择的是 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干嘛呀 来稍微的啊 在眉毛上 稍微的点几下 让眉毛有一点点亮亮的那种感觉啊 眉刷呢 刚刚还用的呢 眉刷找不到了 好 在这里 点几下啊 在哪里点啊 不要再眉尾点啊 我们可以在眉毛的下方 就这样 它就有一点点 bling bling的 比较亮的一种感觉啊 这样子 亮亮的 那你如果想在眉头的话呢 也是啊 轻轻的点 不然的话呢 这个颜色就会 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反光啊 不是bling bling的了 它会感觉你的眉毛 似乎哪里去了一块啊 所以要像老师一样 再一眼的眉毛的下边缘点 好 稍微的点上一点 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眼妆的刻画了啊 眼镇老师说怎么用一个深肤色强调出眼睛的轮廓 是不是啊 那之后还用一个一点点蓝色 我们在概念图中有一点点的蓝色 是不是 那我们先看深肤色应该怎么样来用啊 首先呢 我们给眼影打一个底色 就用这个颜色啊 是比我的肤色稍微的深一点的一个色号 好 铺满整个眼窝啊 就是到眼窝 眉骨下方的这段区域啊 铺满整个眼窝 那下眼影也来一点 就这样画完了 之后呢 再用这个刷子 沾取比这个颜色 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啊 沾取这个颜色 来 闭上眼睛 从我们的眼尾 开始向后 向上 做渐变啊 渐变的范围是向上 到我们的眼窝内 然后向前呢 到双眼皮 不是双眼皮啊 到眼球的外侧边缘 让它夹的渐变 再深一些 来 小一点看 从眼尾开始 向上 到 我们的眼窝线下方 向前 到黑眼球外侧边缘啊 这样子 就这样 那 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啊 再沾取这一个颜色 比较深了啊 更加深的一个棕色 来 眼尾 开始啊 向上 到双眼皮 这就内 向前 到眼睛 三分之一处 再讲 我的眼睛的这一个轮廓是不是就更加的出来了 更加的明显了 好 下眼尾自然的待过一点点啊 这样子 那这边 再加深一遍 从眼尾开始向上 到双眼皮 褶皱内 向前 到眼睛三分之一处 看 它的双眼皮也更加明显了啊 好 眼尾来一点 更加 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的眼睛 这边是不是感觉 更加的长了 并且也更加的宽了呀 那这边就是一个普通的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这边感觉是到这边啊 好 这是我们的眼影 最后呢 拿出我们的最小的这个刷子啊 沾一点这个颜色 刚刚我们画眉毛的颜色 在眼睛的眼外角 镜子打近一点 在眼外角呢 给它开始啊 从眼尾开始向前 到 刚刚的那一个颜色的一半啊 向上 到双眼皮这周内 就加深了一点 我的眼外角又格外明显了 好 开始 下眼皮也是一样的啊 眼尾开始向前 到 眼尾的三分之一处 再来一层啊 从这边开始 向前 到三分之一处 向上 到双眼皮这周的一半 这样 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 一个眼影的画法啊 大家在 平时的话也可以 运用这种反复叠加的 向上向前 做渐变的方式啊 那现在 我们的眼影呢 只是刚刚打了一个底色啊 把我们的基本的轮廓 哎 画出来了 我们下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一个蓝的颜色 画出我们的小蓝 看看用哪一个小蓝 做今天的主题色啊 同学们用这一个吧 这个孔雀蓝吧 它长这样子的 再给大家试一个色啊 这样子 这个蓝色 非常的 不日常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呀 老师可以把它变得日常一样 拿出我们的眼影刷啊 拿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大概是这么大的吧 这么大的一个眼影刷啊 把这个眼影刷呀 刷干净 刷干净之后 沾了这一个蓝色的眼影 之后抖掉鱼粉 把这个蓝色眼影放到哪里 来同学们看啊 闭上眼睛 把它放到哪个地方呀 就是我的双眼皮 褶皱的这一条线 看到吗 我这里不是刚刚有一个 到向上运了到双眼皮 褶皱内吗 这一条线 是不是很明显啊 就把它夹在这一条线上 与刚刚的那一个 咖啡色呀 形成一点点的渐变 晕染就可以了啊 之后向前 晕晕晕 向后晕晕晕 稍微再向上晕晕晕 睁眼 大家看 这个颜色是不是只存在于 我睁眼 眨眼的时候呀 是这个颜色 只是在你双眼皮的褶皱的这里啊 会有一条这样子的颜色 来 看我再上一层啊 来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眼球中央的部位啊 眼球中央只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 双眼皮褶皱的条线上 向前 向后 向上 大家看 我始终没有把这个颜色 放到双眼皮褶皱以下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呀 因为一放到下面 这个颜色就会多了啊 它就不是一个点睛之笔 而是一个主题色了 是不是啊 就会显得我们的眼影不日常了 好 我现在再仔细的晕一下 其实刚刚是上第一遍颜色 上一遍颜色是好看的啊 因为想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上的有些多了啊 好 这样子 那现在前面的这一块呢 要来一点点银色啊 与我们的主题相呼应 是一个带有白色和银色的一个偏光啊 上一点银色 那在上这样的亮片的眼影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用刷子上 也可以用手上 用手指就点开 按压上就可以了 用刷子 用摩擦的方式啊 从眼头开始 摩擦 与刚刚的蓝色进行相交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眼头稍微的亮一点 然后一点一点的摩擦 刚刚的蓝色相交 整个眼影就画的差不多了 只是在眼头的地方啊 我们要着重 这个银色的存在感 稍微的强一点 好 去今天的这一个 眼影的一个打法啊 就已经画完了 好 大家都应该画完了 这一个眼影了吧 画完了 同学啊 可以在弹幕上 给老师回复一下 我们进行一个夹睫毛图 睫毛膏的一个过程啊 大家都画完了吧 来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啊 现在我们来画一下眼线 或者是呢 你可以先夹睫毛 再画眼线 或者是先画眼线 再加睫毛 都是OK的啊 老师比较喜欢是先画眼线 再加睫毛啊 来 这个眼线呢 我们画的细一点啊 就是立着用笔 与皮肤成90度 这样子来画啊 会比较细 只画在哪里啊 只画在我们的 内眼线的根部啊 就是在我们的眼皮根部 可以把我们的眼皮 稍微的抬起来一点啊 但是老师呢 就不抬了啊 因为老师在这样画 也是可以的 画一条内眼线 怎么样的内眼线啊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 眼睛轮廓啊 来行走的 这样子的一条眼线 目的 只是为了呢 来加深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眼睛的轮廓 就可以了 在处理到眼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自然的平直向外拉 就可以了啊 同学们 但是不要这样很顿啊 这样很顿很傻啊 就让它自然的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有一点点啊 眼线不是很明显 现在睫毛根部的啊 很细的 内眼线 这叫我们的眼线呢 就画好了啊 大家可以看 今天这个眼影呢 主要是这个蓝色的存在啊 会是比较 扎眼一点的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眼影 那等着眼线呢 干一干啊 好 等它干一干之后 再夹我们的睫毛啊 夹睫毛 依旧是 红三段来夹啊 然后 前后左右夹一下 特别是这个左右啊 也要都夹到 每一根啊 确保都夹到了 OK 然后夹一下 好 然后 涂上我们的一个睫毛膏 稍微的涂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把睫毛涂得 特别的浓密 轻轻的刷上一点啊 那下睫毛也刷一点点 睫毛膏 好 如果大家刷完睫毛膏了的话呀 在弹幕下方呀 给老师回复一下 好 大家刷完了吗 刷完了的话 带幕下方给老师回复一个 数字一呀 好 它都画的差不多了吧 应该 那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啊 就进入到了我们一个彩绘的一个步骤 在画彩绘之前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一张彩绘上的一个概念妆容啊 就这样 它长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 它是有一个主线啊 然后有无数的小叶子 就像是咱们之前的那一堂课里面啊 学过的这样子像下的渐变的小叶子来组成的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开始逐步的按照它的一个构图呀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彩绘呀 那我们的主线呢画的是什么颜色呀 是白色啊 同学们 好 咱们进入到一个实操的过程 我们用这个白色 一个小花瓣画好了是不是啊 那再向上 先轻再重 先轻再重 两个小花瓣 是不是画好了呀 那中间是不是需要填图上其他的颜色呀 然后再做出渐变呀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些啊 之后再接着往下画 那跟着这一个脉络的向上的这一个走向呢 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花瓣啊 填充的是越来越多 可以任何角度都是可以的啊 大家看这个白色其实画彩绘老师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特别是皮肤越黑 这个黑白对比越明显 老师觉得其实是反而是更加好看的啊 就是就会有一种别的感觉吧 不一定说是只有全部是白色啊 不一定现在真的 我感觉真的不是什么皮肤越白又好看 我相反我还觉得 我有一些皮肤比较黑的朋友 真的是 就是做出造型来之后 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真的很好看 好那咱们就一边梳着这些啊 一边来看老师运笔的方法 一就是啊 再来一个 跟着我们向上的这一个走势 是不是啊 一个围绕这个C型的这一个走势啊 那我们再向上 画一笔 是不是 这是重的啊 那我这边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比较轻的呀 是轻重 它是要配合好了啊 一点一点的 那这边画好了之后 那我们再来 这边 再画啊 这上面呢 它是有一个小叶子的啊 这个小叶子怎么画呀 同学们 好 是先轻 再重 再轻 啊 这边是先轻 再重 再轻啊 脱下来 把手抖了一下啊 像这个样子的 那 在画的过程中 老师一边沾水 一边来调这个颜料 来画的啊 同学们 大家也可以采取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那这里有一个小叶子 这里呢 是有两个小叶子啊 这样子 轻轻地把它画上 那咱们之前 有同学有没有看过 那个海纳的那节课呀 小叶老师教的啊 画海纳纹身的那节课 是不是同学们 觉得是挺新鲜的 其实这个呢 和那个其实是一个道理啊 只要咱们把手给端稳了 它就好办了啊 那在这边呢 也分出一点点啊 这边也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我有头发 所以就是 看的不是很好看 好 这边 这里啊 这条线是这样子过来的啊 始终记着啊 它是这样过来的 那在这个主线上 我再给它添上两笔 让它有一个 向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啊 那就可以了 这里 就拿两笔 好 让它有点趋势啊 有点东西 那我们这一个白色的呀 就画好了 那同学说白色画好了 还有别的颜色啊 肯定还有别的颜色啦 因为老师今天准备了 好多好看的这个彩绘颜料啊 那白色配什么颜色好看啊 我们眼影 是有一点蓝色是不是 那今天啊 老师就会给大家配一个这样子的 浅蓝色啊 用这个浅蓝色 来 塞 勾画 几笔 怎么着勾画呢 有两种方法 同学们啊 一种 是你可以在浅蓝色呢 就直接用浅蓝色 再画一些小花瓣啊 像老师在 像老师这样啊 在这里我觉得 这里可以画一个小花瓣 用咱们的浅蓝色 是不是啊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也可以给它添一点小的呀 都是浅蓝色啊 这边 添上一笔 没有什么问题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就是把浅蓝色 作为一个 另外的造型啊 不是笼合在白色里面的 而是 和白色 同样作为主色 来使用 可以的啊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浅蓝色 那如果呢 你不想像老师这样 你想 让它有一个 也有白色 也有蓝色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浅蓝色 再描你刚刚画过的白线呀 但是这一次 我们只描一半 只描一半 就是有一半呢 还是白色啊 另外的一条 是浅蓝色 这样子 也是可以的 看着你自己 怎么来组合啊 看着你 个人的一个喜好 是可以的 那前面的这一条呢 那我就来一个浅蜡的吧 有蓝色 慢慢的 还有一半的白色 这样子 其实这个过程 也是大家一个 创作的过程啊 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画出来 就是你自己想画什么 你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就 OK了啊 我们就已经学会了 同学们 现在呢 老师打算来一点点 紫色和粉红色啊 这个是紫色 那这个紫色呢 我要和蓝色 掺着一起用啊 稍微的蓝一点点就行了 在需要重的地方啊 上了我们这个紫色 就是眼角 它是不是应该比较重呀 来一点我们的紫色啊 这边 是不是也比较重呀 来一点啊 稍微的蓝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紫色 因为我们在那个创作的时候呢 这个紫色呢 它不是一个主要的颜色啊 只是一个起到一个 过度作用的一点点颜色而已 就是紫色 之后 上我们的黄色啊 上黄色就可以了 来大家看一下 哪些地方我们用到了黄色呀 是不是这个地方呀 这个尖尖的地方 我们用到了黄色 是不是呀 然后这里还用到了一点点的绿色啊 一会儿都会用到 好 我们先来上黄色 大家可以去买一盒 人体彩绘的这个小颜料啊 老师现在这一盒不贵啊 20多块钱 大家可以闲着 没事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画一下 这样子 或者是老师经常啊 在日常的时候啊 包括日常出门的时候 老师也会用这个 人体彩绘的这个颜料 给自己画彩色的眼线啊 对 就是有黑色眼线 然后再在上面画一条 彩色的眼线啊 那个样子的 大家这个技法老师 在之前的有一个妆里 教过大家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叫什么的妆来着 我也给忘记了 我还是特意给安排上了 这样子的技法啊 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 之前大家如果一直有看课的话 就会看到 每一个都加上一点点黄色 一个 渐变的过程就可以了 那但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黄色 要亮一些 重一些啊 让他第一眼感觉 这个地方是有黄色的 这样就可以了啊 之后 最后的最后了啊 我们的绿色出来了 来画我们的绿色 这个绿色超好看 同学们 它是长这样子的啊 有一个偏光在里面的 大家如果去买的话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挑自己喜欢的配色啊 老师每一盒都买了 买了好多颜色 老师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有一点点荧光的这一盒 这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荧光的 好 来一点点的绿色啊 在这个地方 轻轻的黄和绿界面 还是蛮好看的嘛 是吧 这里也得来一点点绿色啊 这样子稍微添一点点绿色 就可以了啊 那如果你特别喜欢绿色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绿色 像我们的蓝色和白色一样 作为一个主体色啊 描亮笔 也是可以的 轻轻的啊 好 点一点的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好 那今天我们的彩绘呢 老师里边画到这里 嗯 已经不错了 可以说是非常吸睛了啊 如果我们的课程 如果是在夏天上的话 会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画着这个呀 去一些音乐节呀 是不是 或者是有日常的游乐园呀 之类的都可以去啊 那水上乐园就不能去了 因为水上乐园它会把这个 给冲掉啊 我都都蛮好看的 或者是去沙滩度假来画一个这个 都是可以的啊 就算是你不穿汉服 你也可以画这个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穿上汉服 画这个拍一些很有创意的妆容 那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 彩绘的刻画之后呢 到了我们一个修容的打造啊 今天的修容呢 也就是打一下鼻影 因为刚刚的我们的修容都已经做过了 是不是 来打一个鼻影啊 选择一个这样子的颜色 沾上之后抖掉鱼粉 在我们的鼻梁 眼窝 眉骨 形成的这一个三角区啊 同学们来 落鼻 然后进行一个四面八方的晕软 向上 与眉毛相连 向左 与我们的鼻梁相连啊 然后向右呢 与眼窝相连 之后开始向下晕就可以了 就这样 大家看 我这边的鼻梁是不是修得特别的挺啊 这个地方啊 有点画过了 这样子会自然很多 把一九十三去捆啊 进行一个三角区的一个 打底之后 开始四面八方晕染一下啊 四面八方晕染之后 开始向下拉 向下拉到 鼻头 画一个C 大家看这个地方 画一个C 晕开啊 然后 可以一点稍微的画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修容 就打好了啊 如果你觉得粉太厚或者是有点浮的话 你可以用手指这样子轻轻的按它一下啊 那一般我不会做这个动作 但是只是我感觉这个粉有一点点浮起来啊 我就会做这个动作 来给它按压一下 好 打完我们的修容之后 是不是要打我们的高光啊 高光呢今天依旧是来画一个比较白一点的高光啊 同学们 那用到的呢是 就叫这一个啊 我特别特别喜欢 现在已经没有了的颜色 拿一把刷子啊 拿一把干净的刷子来沾这个颜色 沾这个颜色啊 在我们的额头与鼻梁的交界线上 画上高光 就是在这个地方 画上高光 这样子 体量一下啊 那人中 下巴 以及眼下这个三角区 是不是要主动的注意一下 让自己的脸 没有那么的脏啊 感觉眼妆更加的干净 像这样子 我们的修容啊 画到这里啊 就已经画完了 同学们 好 那画完修容之后呢 是不是到了我们唇妆的部分了 今天的唇妆 老师使用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唇蜜啊 有一点点粉色的一个唇蜜 那画这个唇蜜之前 为了与我们的 妆容更加的贴合嘛 我们用了大量的白色 是不是 以及眼头有一点点银色 不灵不灵的 那我们再拿出这一个眼影 用手指啊 沾一点这样子的银色的眼影粉啊 来点拍到我们的嘴唇上 它有一点点银色的光子 同学们啊 好 点上之后 然后我们再涂这个唇蜜啊 唇蜜这种东西真的是暴露年龄 是不是 涂的时候就涂满整个嘴唇 那就可以了啊 就感觉自己的嘴是嘟嘟亮亮的 这样子的妆容 再配上一身白色的汉服 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啊 好 那就是今天我们的妆容啊 就画到这里 那如果你想要打腮红的话呢 你可以打一个这样的颜色的腮红啊 这么浅颜色的腮红 那老师今天是打算不打腮红的 因为怕遮住我们的彩绘 那老师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如果打腮红的话怎么打 就我们的美妆蛋啊 用美妆蛋轻轻的蘸一点腮红 然后拍打到我们的 颧骨下方就可以了 不是颧骨下方 颧骨上方 一点点有一点点颜色 记住不要盖到我们的彩绘啊 一点点有一点点颜色 这样子就可以了 同学们 就不需要打特别大面积的腮红 你不打也是可以的啊 其实 好 就这个样子 那大家学会了吗 现在啊 看着老师啊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今天我们的一个妆容啊 首先来一个左右对比 这是化过妆的部分 那这边是眉化妆的部分 好 来一个左右的对比啊 把它放大一下 首先呢 我们底妆选择了 比肤色白的分底液啊 然后眉毛是一个比较平直上扬的啊 有一点点上扬的一个眉毛 重点啊 在我们的眼状 我们的眼状用大地色 也就是比肤色深的大地色呢 来了一个整体眼部的向后向上 做晕染的一个见面之后 在双眼皮褶皱啊 与眼尾眼影交界的地方呢 上了一点点的蓝色眼影啊 这个蓝色呢 比较的神奇 它只存在于我眨眼的时候 是不是 我眨眼之间有一道蓝光放出来啊 它是上面没有很宽 下面基本上是没有 这样子啊 蓝色眼影前面呢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银色的眼影 来做一个过渡 是不是 我们的眼影是银色 蓝色 蓝色啊 这个样子 那到了最关键的 咱们今天彩绘部分的一个绘画啊 用白色来打底 我们主题啊 是一个C型 是从一个眼外角啊 到我们额头的一个C型 是不是 按照我们谷歌轮廓的角度来画的啊 一点一点的画上一些这样子 先浅 再深 再浅的这样子的一些线条啊 来组成了一点点像小树叶 小花啊 一样的装饰 是不是 那大家呢 有两种来画主色调的方法 是不是 一种是用纯白色 第二种像老师这样啊 用colorful一点的 是不是色彩斑斓一点的 这样子的也是可以的啊 只要你喜欢什么样 就画什么样就可以了啊 重点的是 怎么的眼影呢 做一下 搭配 老师的眼影呢 用了一点蓝色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蓝绿色为主的啊 包括紫色 也是有点偏蓝色的 那眼线的部分呢 只画了一条内眼线啊 眼尾四蓝的向后 拉出了一丢丢 睫毛是没有涂 没有贴我们的假睫毛的啊 只涂了睫毛膏 不要喧宾夺主 影响了我们今天彩绘这一部分啊 那到了我们的唇妆呢 是先用银色的眼影 打一点点底 是不是啊 之后涂了一个这样子的唇蜜啊 嘟嘟的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妆容 大家不要着急决涂啊 那大家学会了吗 有没有跟老师一起画呀 那现在啊 老师来讲完了课了 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布置一下 咱们的课堂作业啊 我们的作业啊 是装成正面照一张 上传到咱们的M站 就可以了啊 那现在呢 大家也 不要着急来 就是截什么图之类的 老师一会儿会把定装照啊 传到我们的作业要求上 大家比较定装照 画就可以了 那现在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啊 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进入到咱们的一个课堂 答疑的环节啊 我们一边啊 听一首好听的歌 一边来想一下 咱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当你会儿的 вариант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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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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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风时佳气 云街横桥云流水 不问就别离 天空不派人间好天地 又来百千斤 不计错身于隔离 穷尽世家庇 带到山光水色情相依 宠世古仙境 秋末中苍青继续 去荡场相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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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来云水初 似狮与我做知己 三月映尘海荡西 穷极在雪梅花冰 再长情有余 手谈天心 为寂静夜护风去 故人最介意 风有天地间 花香引我逍遥去 江湖寂寥是非地 饮有美酒染自虚 人生当得意 一知灵犀 心不消露成神里 相对君笑语 长诗问君山难莫停息 歌斗心伤美 某夜旁茶雪初飞 吃地饮马亭 带到来年并陪过江南 春风娘逃离 任她白马她方归 留下几时 Zither Harp 从爱无情间 穿花吹雪不沾衣 脸条成换皮隆迹 在阴天光相归虚 观在云山外 旧时几里 只脚若相认见迷 隐在故城里 本时风云刻 重笑只上三指引 几里生死心无拘 白衣河悲声和熙 万家灯火熄 满城孤寂 去望红尘腹中去 一世藏剑衣 我用完美与儿均相运气 各有已传奇 某一席来与飞险 可与共叛行 带到今年赴月落洋地 某一帮到 nasze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湖寂寥是非地 隐忧美就染自虚 人生当得已 一知灵犀 心不消露成神里 相对君笑语 尝试问君山难莫停息 歌斗心山里 某夜捧茶却逐飞 十里饮马亭 带刀来年并陪过江南 春风娘逃离 任他白马他放归 廊下几尺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 从爱无情间 船花吹雪不沾衣 连条成环皮龙几 在阴天光相归序 观在云山外 旧事几里 指角若相人见迷 隐在故城里 本是风银刻 重笑之上三指引 几里生死心无拘 白衣何悲声何夕 万家灯火星 满城孤起 去往红尘腹中去 必须藏进衣 我用完美而均相远起 各有你串起 某一席来与飞险 可与共叛行 带刀今年的赴月 洛阳堤 假风是假期 云街横桥银流水 不问就别离 不问就别离 天空不拍人间好天地 又来百千金 不计错 不计错 神余隔离 穷尽世家闭 带刀山光水色情相依 崇世故仙境 秋末中苍青继续 去荡场相依 不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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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学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呀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 结束了 我们最后一届课也结束了 那志愿同学们以后的学习呢 可以开心快乐 我们再见咯 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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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 爲척